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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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瑞娟老師 很開心今天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如果使用富爾超人想賣一點土 只是我彩色蛋糕 彩色蛋糕會使用的顏色有 淺藍色 淺黃色 白色 紅色 綠色 會使用的工具有牙籤 切刀和刷子 我們這次的彩色蛋糕會使用三個層次的 藍色的部分做底座 然後我們先把它縮個圓壓扁 第二層的部分我就開始弄另外一個顏色 中間白色的部分可以略少 所以我的藍色跟黃色的部分分量多一點 最重要的部分是要讓直徑差不多 加入白色 搓圓 然後壓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讓它一樣的直徑 稍微密合一下 搓的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開始用刷子 這種刷子就是有很多那種今天吃適的 你也可以用牙刷 或者是菜瓜布都可以取代 那你就可以邊轉的過程呢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密合 邊把它這樣拍下去 讓它上下更緊 然後側邊再轉的時候 讓它邊緣之間更沒有縫隙 就重複這樣的動作 這樣轉 可是因為這樣轉的時候會變成長 所以再往上壓下來 拍拍拍 只要你覺得這個形狀跟密合度是你要的 好 那因為有時候轉的過程當中 紋路變成比較不見 那你就可以放它側邊來 開始這樣拍拍拍 那我想要讓它邊緣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角度 所以你可以利用獅子跟大母哥呢 稍微壓一下 讓它有蛋糕直角的角度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上面的草莓裝飾 那瑞娟老師很喜歡在做草莓的時候 都做一個葉子 你看你要做一片或者是兩片都可以 搓圓 兩頭肩 我們在做點心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瑞娟老師常常出現葉子 所以各位小朋友應該對葉子不陌生 那葉子有很多方式可以壓 我們可以用牙籤來壓它的葉脈 也可以用切刀 我們這次嘗試用切刀 來切出它的中心點 然後切出它葉脈側邊的紋路 這樣有沒有好可愛 稍微把它弧度彎 我們先在中心點 黏上去 預留草莓的地方 接下來呢我們來開始做草莓後 燙錐形 那我們直接就在中心點黏下去 拿我們的牙籤呢 直接在上面刺出你要的草莓洞洞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很可口啊 我們的彩色蛋糕就完成喔 換你試著做做看 別忘了訂閱Food超人的Youtube 和到Food超人粉絲頁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